首先我要向各位容身的將軍 表達最誠實的祝賀與加冕 這是屬於各位的榮耀時刻 也是我們國軍整體實力的再強化 因此我要以三軍統帥的身分為各位掛街 表達我對國軍將官的重視和期許 我要恭喜連志威將軍進任中將 今年我們恢復一年期義務 透過加強訓練內容 希望提升全民國防的韌性 我要感謝連將軍在這個過程中的努力 也相信投身心智訓練的意難 經過一年完整的多元訓練 配合完善的後群資源 可以達到實際提升 台灣自我防衛能力的目標 請掃揮 我也要恭喜李治豪、方生雍、陳朝陽三位將軍 進任少將 各位在茶器毒品走私、取締越界、巡航追查等工作 都有傑出的表現 感謝各位 帶領國軍及海巡同仁完成一項又一項兼具的任務 守護我們海域的安全 請首席 我也要感謝現場的家屬 因為你們的支持和付出 才能夠讓將官們全心全力投入 保家為國的工作 今天各位將官進任之後 責任將更加重大 我要勉勵大家 在崗位上精益求精 並且以積極務實、寬厚、開放的態度 帶領部署 團結國軍的力量 成為國家安全最堅實的屏障 接下來我們繼續一起努力 打造現代化的部隊 共同鎖護國家的安全